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很能自我管理和自治 这里没有明文规定的法律 大家自然而然知道要做什么 不要做什么 因此并没有类似政治人物和执法者的角色 然而我们还是有商业活动 我继续问他 你们有领导人吗 菲尔说 没有单一的领导人或国家 这是个星球小区 我们有制定政策的议会 成员则是由公众投票 由多数人的意见选出 我说道 这不就是一种政治形态吗 菲尔说 不尽然 不尽然 投票在地球属于政治的一环 是整体的一个面向 然而 在那个星球上 共识就是一切 是的 竞争的确存在 但没有那种 我在想 我在想该如何解释 服务就是目的 服务才是共同的目标 这个星球没有政党 也没有诽谤重伤和抹黑 而是共识的形成 因此 就这方面而言 和地球上的政治 是不一样的 你了解吗 我回答道 我试着了解 你所说的概念 这些委员们 有一定的任期吗 菲尔说 因职务而弈 有一些人 一直认知到 他们决定做得够多了 或想做其他的事为止 我继续说 你们曾经有过民众 希望卸除某人职务 或离开议会的案例吗 菲尔答 非常非常少 这类事很罕见 但还是发生过 我继续问 那么 这个议会 是统治这个星球的机构 如果你想用统治这个字 或者说是引导 菲尔说道 统治不是正确的字 是的 用指导会比较精确 我说道 我说道 这么说 你们从没有人对接受这些指导 有任何意见吗 菲尔说 换句话说 意见不合 你想问的是这个吗 私下是可能有其他意见 然而 彼此间有着不抵触 现行体系的不成文规定 全体 扶植 就是大家的共识 因此 私下意见分歧 是自扯后腿 我说道 我有点难了解 人们可以这么融洽地相处 在地球上 人与人之间有许多摩擦 菲尔说 在我们这里 心掌管一切 而非头脑 我们的内在层面非常调和 因此大家都重视公众利益 我继续问道 你的星球上有任何宗教吗 菲尔说 没有这种东西 宗教和政治并不存在 没有需要 宗教和政治 是因应需要而被发明的 如果没有需要 就不会有这种体制 我说道 那么你们信仰造物者或是什么 菲尔说 当然 而且更甚于信仰 它是一种知晓 一种觉察 一种意识 然而 这和地球上所说的宗教 很不相同 就目前而言 地球上的宗教 大都是政治实体 与上帝或造物者的关联 及知识似乎是将宗教 抬升到如此崇高地位的原因 但这跟身为民主党员和共产党员并没什么两样 我又问 我又问 你的意思是你们比较接近上帝 菲尔说 不是比较接近 没有任何人比较接近上帝 意识到上帝的存在 才是要点 我问到 这是因为你们能用心灵沟通的缘故吗 菲尔说 两者是相辅相成 但不是互为因果的概念或情况 我继续问 那么 在那个星球上 有类似学校的机构吗 菲尔说 当然 有很多人 很多不同年龄层的人 想学习各式各样的事物 我们不以年龄做区隔 有共同兴趣的人聚集在一起 并接受教导 我们有来自其他星球 或星系 并具有教学资格的老师 教授的领域很广泛 诸如外星文化 历史 制造程序 不同的学科等等 我说到 这是义务教育吗 我们这里是义务教育 孩童满一定年龄 必须上学 菲尔说 这对于我们来说 是完全陌生的概念 因为每个人自然而然 就想学习 这是他们个人的眼镜 并不需要强制进行 就像身体的成长一样 人们渴望学习 并接受教育 由于对教育的见解不同 地球人对教育并非如此看待 我说到 那么如果有人不想学习 他就可以不用学习吗 菲尔说 不用 学习并不是一种义务或强制的情形 但在地球 类似状况 可能会使那个人成为社会边缘人 或是无法和他人互动 譬如在地球 每个人都想有朋友 都想被尊重和喜爱 这是内在固有的动力 那个星球 亦是如此 学习便是他们与生俱来的驱策力 有些人有心智上的缺陷 或如你们可能会说的 智能障碍 学习的驱动力 在这些不幸的人身上并不明显 但这不是他们的错 只不过事情就是如此 我说到 这些人被允许和一般人共同生活吗 还是说 他们被隔离在某处 或者 菲尔说 依他们机能障碍的程度 或严重性 而定 那些能在社会找到安顿的人 我们鼓励他们这么做 那些做不到这个程度的不幸者 会受到庇护和照顾 多年来都是采用这个做法 好几千年以来 我们也透过选择性生育 筛除这些不幸的人 以提升种族质量 我继继续问道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完美人种的星球 你们有相当于警察的职务吗 任何执行法律的人 菲尔说道 没有 没有相当于警察的职务 因为每个人都是自我约束 并不需要军队或警察 当大家都能自我管理时 一个军事或执法的环境 就不是必要的了 我继续说 那么你们没有具有负面倾向的人了 菲尔说 偶尔会有较差的人 也有些平常状态良好的人 偶尔会变得 不一定是失去自我管理的能力 而是能力降低 这和地球上的心理疾病很类似 有些人因为境遇而自毁 或变得管理能力不足 我说道 你是说他们有可能伤害其他人 菲尔说 他们更容易伤害自己 我们给予他们所能接受的 最大帮助和爱 希望他们可以接受自身的错误 然后 我们帮助他们复原 我问道 这么说来 你们没有监狱或牢房了 菲尔说 没有 医院会是比较类似的地方 这些人 这些不幸的可怜人 住院接受治疗和特别照顾 不会有惩罚 因为他们不是故意犯错 那么你们从没有蓄意犯罪的案例吗 我继续问 菲尔说 这种案例非常罕见 罕见到几乎不存在 如果曾经发生过 那么我并没有注意到 是刻意的 我说 所以他们已经进化到了不会蓄意犯罪的程度吗 菲尔说 这么说是正确的 这就是进化的概念 我继续问 那么星球上有其他的种族吗 菲尔说 有一群较低节的生物 他们被友善地对待 从事劳工和仆役的工作 他们不是真的比较低等 也没有被看清或瞧不起 我们不认为他们比较低下 只是他们进化的程度较低 他们的心智能力较差 但对我们十分有帮助 他们开探我们使用的金属 他们或可被称为仆人 但是十分受到关心和照顾 他们是较高等生物 来到这个星球前 就已存在于此的原有种族 他们也被纳入星球意识提升的一部分 他们有野兽般的外表 覆盖着毛发 体型较小 且有些驼背 我们轻易地称他们为小小人 并视如兄弟般 爱护和关怀 我说 但是他们被用来做各种粗工 菲尔说 他们不是被用来 而是他停顿下来 好像在寻找正确的字 这很难转意 因为地球没有类似的概念可以说明 最接近的可用词汇会会是奴隶 但这么说一点都不正确 因为这是一种双方完全的融合 他们知道自己的职务 我们知道他们的职务 彼此也接受这种状态 双方之间非常和谐 这种和谐在地球上却很罕见 他们有尊严地接受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这群生物偶发的失常 或者我们可能这么说 崩溃 并非出于故意 他们会生病 就和其他人一样 虽然这会造成不变 但他们不是故意的 意图才重要 而他们没有故意的问题 只有一心服务的努力 由于他们的野兽本性 如果过度工作或受到刺激 他们有可能变得暴力 因此必须小心照顾 但他们并不是有意如此 这是对环境的情绪反应 只要移除刺激他们的诱因 过度反应就会消失 如果没有受到刺激 或敌视 他们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我现在所说的只是可能性 这种事非常少见 但是是有可能的 它们不常发生 如同我所说 因为这个种族多半都已经 可以说改头换面了 我继续问 那么你们并不需要任何武器了 菲尔说 我们没有用来互相格斗的武器 但是这个星球的森林里 居住着许多爬虫类 约有三十尺岛 类似地球上的恐龙 倘若有人进入野地 它们会需要能够防卫这些爬虫类的东西 在某些特定情况 如果有人打扰到这些动物的巢穴 为了保护孩子 它们会发动攻击 使用电击可以击退这些动物 这种造成它们昏迷的装置 是一种圆形的管状物 末端有控制钮 可以改变电击强度 这个东西装在杆子上 只要将一端 用来触碰想制服的动物身体 就可以了 这个特殊装置是保护用的 是一种自卫 而非攻击性的武器 它不会造成动物的死亡 只是用来击退它们 这些动物很快就学会 不要招惹这种杆撞武器 在被电击昏倒后 它们学到不再靠近那只杆子 一旦接触过这种 引起极大痛苦的杆子 它们以后一见到 会立刻掉头就跑 但不是所有动物 都像这些爬虫类一样巨大 大部分动物的体型 只比这个青球的人 这些使用杆子的人 稍大一些 我问道 但你们从不必杀任何动物吗 菲尔说 会有这个时候 如果真有需要 就会这么做 但总会先试着击退它们 电击并没有足够的杀伤力 造成死亡 我们有一种 类似枪的武器 装有像子弹一样的东西 只在需要时使用 我问道 为什么会有人 去这些动物居住的地方呢 菲尔说 这个星球 仍持续被探索中 而有些人 选择住在那个环境 我继续问 这些动物是唯一的野生类型吗 菲尔说 它们是最危险的种类 这个星球上的动物 或生物体型 有很小 也有很庞大的 虽然比不上地球的生物多样 但也算是有许多不同种类 大部分在邻居的是草食性的爬虫类 星球上的平原 住着有毛的动物 我们也有类似于 或住在水里的生物 还有住在空中的 我说道 你们圈养动物吗 菲尔说 大致说来 它们算是宠物 这里有使用马 或相当于马的动物 来拖拽 它们是唯一用来工作的动物 我们圈养的动物和猴子类似 这里有些生物 如果出现在地球上 会被认为非常奇怪 而且会吓到小朋友 但它们一点也没有伤害性 又很可爱 我说 所以你们不会从动物身上 取用牛奶那类的东西了 菲尔说 有些动物残入 但不会被拿来饮用 我又说 当这个星球刚被殖民时 这些动物就存在了吗 菲尔说 有些本来就有 有些是从其他星系带来的 地球上的动物种类更多 我们有城市 乡村 瀑布 鸟和树 我们也会野餐 我们没有汽车 污染 或广告招牌 这些是地球当下的文化现象 但不存在于我们的星球 我又问到 你们有哪种交通工具 菲尔说 有在路上开的 有在空中飞行的 还有在水上航行的交通工具 我继续问 他们使用哪种动力呢 菲尔说 在天空飞行的运输工具 通常使用水晶 作为推进力 也有利用磁力悬浮的 飞航器 它们的外壳 由铝类原料制成 这是种随着能量流 或能量轨道 路线滑翔的小型航器 这些航道的架设 和现今地球的高速公路很像 我说道 你的意思是像电流 菲尔说 这会是大概的模拟 没错 我说 那么这些飞航器 无法离开这些航道吗 菲尔说 这么说不正确 因为这些飞航器 有能力独立航行 然而 使用航道 会是最有效率的方法 因为不需外部的能量来源 如果脱离航道 就得需要外部能量 我说道 我明白了 这些飞航器 随着能量流移动 如果想要离开航道 就要使用另一种能量来源 那这会是哪种能源呢 菲尔说 是一种储存槽 类似于地球上的电池 储存的是同样的能量 这种能量 与星球上的磁力线 产生极化作用 因此不论是交叉 直线或任何角度 都可以既由极化作用航行 我又问 航行器需要有人操纵吗 还是自动化 菲尔说 航行器上有手控装置 和目前地球上的汽车驾驶功能 非常相似 在将来的某个时间点 地球会被给予建造 这种航器的知识 因为这种航器 使用的是地球上固有的能源 这种能源不是取自像 煤或石油 这类消耗性资源 而是一种用之不竭 相当丰富 且有效率的能源 使用它们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在未来 这类宇宙共通的概念 将会被带到地球实体的层次 我继续问道 你们有季节之分吗 菲尔说 没有 由于环绕太阳的轨道很大 比地球环绕太阳的轨道大上许多 因此要经过许多年的时间 气候才会逐渐改变 这个星球的季节变化很不明显 它就只是向油暖转热 以地球上的经验来形容的话 就像从初夏到八月 或从夏末回到初夏 我说到 你是说天气从不会变得像地球的冬天一样寒冷吗 菲尔说 没错 你知道的 因为地球季节的转变是由于地轴的倾斜 就像你们的月亮 从不会将阴暗的那面转向地球一样 这个星球的轴线从不倾斜 也就无从造成季节的变化 气候总是舒适或热 用地球上的经验来说 天气保持宜人或温暖 然后转为非常暖或热 这只是一种说法 因为在那个星球上 这样的气候不会给人不舒服的感觉 然而 为了要解释这种经验 我必须以地球上一致的温度变化 做比较基准 这个星球 有稳定的演化 气候也是一样固定 这个星球没有季节之分 但在不同的区域会有不同的气候 而同一区的气候是不会改变的 星球不受光的阴暗面 是较为茂密的森林或无人居住的地方 大部分的人口集中在星球的受光面 我说道 不受光的那边会不会比较冷 菲尔说 或多或少 但不致寒冷 这个星球内部有一个热源 为整个星球产生热闹 我又说 所以你们的星球 不是完全依靠太阳光提供热 菲尔说道 没错 我说 你去过不受光的那一边吗 菲尔说 去过 那里的植物茂密许多 这个星球的地势平坦 没有太多变化 整体来说 缺少连绵山脉 或地表的高度落差 我又说道 我很好奇 在不受光的那边 植物没有阳光 如何生长呢 菲尔说 地球上不是也有生长在黑暗中的植物吗 那些在海洋底部的 这不是没有潜力 这些植物吸收大气中的气体 它们不靠阳光给予养分 土壤会提供其所需 阳光只是植物生长的方式之一 我说 那么那些在阴暗面的动物呢 它们有什么不一样吗 菲尔说 生长在阴暗面的动物不会进入阳光区 因为它们已经演化到能适应黑暗 但有些动物可以游走于两边 在阳光下和黑暗中都适应得很好 我说 你们星球的两个月亮会同时出现在天空吗 菲尔说 它们会旋转 因此有时候两个会一起出现 有时天空中只有一个 或一个也没有 我又问 雨呢 你们有类似雨的东西从天空降下吗 菲尔说 和地球的雨不太一样 地球的降雨现象是由重力造成的 我之前说过 这个星球的重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 在这里比较像是大低的浓雾 这是极度潮湿的情况 这个现象发生在特定风向的转换 和其他类似情形 比起地球 这个星球的气候稳定多了 但还是会有变化 天气还是会毁了一场野餐 我们有愉快的时光 有假期 也有鸟类和蚂蚁的困扰 我说 这么说来 你们有昆虫咯 有河流或海洋吗 菲尔说 是的 没错 我们有河流和大片水域 但是没有像地球的海洋这般浩瀚 由于水域不广 气候较为干燥 这个星球的人 整年都可以种植农作物 因为需要的湿气较少 我说 你们有日夜之分吗 在我们这里 地球自转产生日夜更体 菲尔说 没有 这个星球没有日夜的变化 对于这点 我有种近乎悲伤的感受 星球有一部分是永远微明 另一部分则否 这是因为这个星球的演化之骨 但它不像地球的演化 那么令人难过 我后来想到 他曾说过 这个星球人的眼睛 可以在黑暗中看得非常清楚 这可能并不造成矛盾 因为他也说过 他的族人 殖民了这个星球 所以他们并不是土生土长的种族 只有小小人和动植物 才是原住生物 或许 这可以说明他伤感的原因 因为提到夜晚 而一起原来的星球故乡 那个有日与夜的家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